美国国税局10月18日宣布通胀调整 37%的最高编剧税率将适用于明年收入在578125美元以上的个人 和夫妇收入在693750美元以上的家庭 这一收入标准从2022年的标准上调7% 家庭报税的标准扣除额将升至27700美元 个人的标准扣除额将升至13850美元 这两个标准也比今年增长了约7% 从而使纳税人可以将更多的收入免缴所得税 医疗灵活支出账户的最高认缴额度将从2850美元升至3050美元 这些变化将从2023纳税年度开始生效 最早将在明年1月以更低的工资预缴所得税的形式体现出来 美国农业部10月18日宣布了农业贷款减免计划 将为约36000名拖欠贷款或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农民提供13亿美元的债务减面 农民的财政困难可能是由包括干旱和运输瓶颈在内的各种问题造成的 此外美国农业部向约11万5000名无法获得商业信贷的农民和牲畜生产者提供贷款 那些错过付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或即将违约的人将得到美国农业部的帮助 拜登政府10月19日表示 为促进全美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和开发制造汽车电池矿物将投资28亿美元 目前全球汽车制造商竞相扩大在美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 这笔资金将用于开发一个电级粘合剂设施 该设施能够满足2030年 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粘合剂预期需求的45% 这是美国首个供应洋级材料的商业规模 氧化硅生产设施 也是美国首个磷酸铁锂殷级设施 该拨款将拨付给至少12个州 同时白宫发起了一项名为美国电池材料倡议的激励政策 旨在继续加强关键的矿产供应链 10月18日 加州就业发展局EDD在一份声明中敦促加州民众 要对试图让人透露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保持警惕 EDD表示 一些犯罪分子可能会假装成EDD甚至是美国银行 以欺骗人们通过短信或电话分享个人信息 最近的一系列短信欺诈方法涉及通过短信发送链接激活借机卡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已经警告人们注意这种骗局了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说法 这些链接可能会将用户带到看似合法的假冒劳动力中介网站 然后用户会被要求输入个人信息 而犯罪分子则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申请信用卡或提交欺诈性的福利申请 EDD提醒民众 任何要求通过点击链接重新激活卡的短信都是诈骗 美国银行和EDD从不发送短信重新激活借机卡 建议用户永远不要点击意外短信中的链接 查尔斯三世和戴安娜王妃婚礼上的一块水果蛋糕将被拍卖 这当然是一块不能食用的蛋糕 毕竟它已经被存放了41年 据纽约时报10月18日的报道 这块蛋糕来自当年的婚礼嘉宾奈杰杰尔·李基茨 1981年7月29日 李基茨参加了皇室婚礼和招待会后 保留了这道甜点 李基茨曾是温莎城堡的抛光师 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去世 41年过去了 这块蛋糕仍然用防油纸包裹 放在蛋糕盒子里和当年一模一样 2014年 一块同样来自戴安娜婚礼的蛋糕 以990英镑的价格售出 目前这块蛋糕估价为300英镑 但拍卖的价格会更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